跟大家商量一个事 如果说咱们看到某个大户家里有钱 咱们商量一下 投票表决 咱们一块要不要把它给抢了 分它的家产 以民主的形式投票表决 咱们要不要一块去抢一个富人 如果说民主投票通过了 那么这就是合法的抢劫 实质上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暴政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 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第三天了 有点汗味了 该换衣服了 我这个人跟我这个频道一样充满了土味 不废话了 就聊大多数人的暴政 你要是在北京的出租车上 你跟那些司机聊 聊现在中国的腐败 中国的问题 出租车司机侃侃着谈 能把那些贪官的家属 能把这个祖宗妈味都给问候一遍 然后说这些贪官怎么怎么坏 说这个怎么怎么 这个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 说的头头是道 你要是往中间你再插一句 那中国这样的话应该去搞民主 这样的话你看 只有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杜绝腐败 如果说出租车司机一听民主二字 他马上就会非常坚定的说 不行不能民主 一民主中国就乱了 中国一乱受苦受难了 还是中国老百姓 这个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好的 大多数领导人还都是好的 主要就是说底下当官的外嘴和尚 把经给念歪了 这是一种这个什么普遍的一种老百姓的思维 就是说这个中国不能搞民主 中国还是搞黄泉那一套好 那你要是换个角度再说民主 那中国有民主吗 中国有民主啊 中国跟民主的时候比谁都彻底更纯粹 你像那个什么文革的时候 一伙红卫兵投票表决 这家人是不是什么地富反坏右 是不是什么地主走资派 是吧 然后我们投票表决要不要把它给打死 结果投票表决全票通过 把它给打死 让那个宋明兵宋耀武 那些小红卫兵们 他们也都是一种民主的形式啊 民主投票表决要不要搞 搞得很纯粹 我刚刚我看了一个视频 看了个什么视频吗 还是一个什么共青团 一个频道是在B站 看了B站啊 上面就是说什么 肃转这个港独人员名单 港独人员名单 然后赤裸裸的就是送荣大家 怂恿大家去人肉搜索去攻击 哎呀你看看那里面的声音啊 你要是以这种民主投票的形式啊 去去去裁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啊 那些所谓的港独分子有十条命都不够死了 你看那些底下留言区啊 那个什么喊打喊杀一片啊 哎呀好恐怖啊 真的是好恐怖啊 真的让我感觉 这个文革呀 一直都没有远去 文革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呀 有人还甚至拿这个古代先行 苏格拉底之死啊 来说是 说那个苏格拉底啊 他也是被审判被民主的方式出于死刑 而且所以说这个不能民主啊 对民主扣上种种的帽子 实际上经过现在这个社会的这么一个发展啊 民主呢 没有绝对的民主 自由呢 没有绝对的自由啊 自由呢 你是不在侵犯他人的情况之下 你才有自由啊 民主呢 也绝对不能搞那种大多数人的暴政 那样也不是民主 因为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 没有任何的文化是没有瑕疵的 这就需要在发展作品中 不断的去反思 去总结经验 这样呢 才会走上为民 才能告别愚昧 最近我还经常说的两句话 有哪两句呢 这都是从别的地方学过来的 一句话是索多马人 民风淳朴 你们都知道 还有一句是 哪有什么五毛 他们都是普通的中国人 这个 确实是这样 因为啊 就是大多数的中国人 总是喜欢 借民主之名 行暴政之时 行暴民之时 看啊 我看到还是那个香港的问题啊 这个最近什么有些人坐在猴车上 然后对着香港游行的民众 然后打开窗户 然后高唱高喊那个什么三字经啊 叫什么 C C C N B C N M 啊 这个这个这个你们就想想啊 这个 在车上 不断的去辱骂香港人 以最恶毒的语言去辱骂香港人 他们呢 也都是大陆过来的 啊 还有呢 我看到一个女女人嘛 那个长得还算蛮漂亮的 但是啊 他对着香港人嘛 先夫底里的呼喊 香港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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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目可动的在喊着 哎呀 就想着这个这个 是啊 整个大陆啊 99% 我不说100% 我不说全部 我说大部分人 哎 他们都认为 这个香港人是港独分子 香港是中国的 在这层认知层面吧 他们表现的非常的 民主 要投票的话 如果说投票 要不要派兵 什么收复 台湾 要不要派兵彻底的这个 接管香港 投票的话 全民投票肯定通过 肯定通过 这就是一个全民的 暴政 所以说民革 文革从未远距 文革就在我们身边 啊 过一下马路 你看那个什么 B站那个是那个频道 就是说就 松恿大家去搞那种 港独分府的 那名单 那个啊 你看那个是共青团 你看他那个封面呀 还是一个那种 日本漫画的封面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这个共青团呀 他真的是啊 少年强的国强 少年完蛋 那国家完蛋 还要持续 不断的要在这个 年轻人身上下功夫 啊 当年在那些上一辈就说我的上一辈吧 以及我的这一辈可以说洗脑都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说你走到大街上 你有几个人 你呃 美国除外啊 美国 你在大街上 你有几个人敢说共产党的坏话 是吧 你不等共产党来质疑 身边的人就要把你给拍死了 啊 民主啊 他们以民主的形式要弄死你啊 啊 现在呢 又瞄准了更年轻的一些些人 哈哈哈哈 后面给我打招呼 现在又瞄准了更年轻的那一些人啊 你看那个共产党也是与时俱进啊 搞那种日曼风格的封面是吧 就那些对 最吸引年轻人的语言 你看那个下面的留言 都是年轻人的 喊打喊杀的 对恶毒的语言都是年轻人的 其实他们都是普通的中国人 他们都是普通的中国人 你可以换个场景 假如说他们不看这个视频 他们看的是其他视频 比方说看一个美妆频道 他们可以在底下留言 啊小姐姐好漂亮啊 小姐姐这款什么这个 化妆品在哪里买的 可能就是说 感觉很温顺很温和 跟别的这个 中国人没什么区别 还有呢 比如说看什么美食频道 也是觉得啊很好吃 就是说不管是吃什么的 吃打大蟹的也好 还是吃螃蟹的也好 还是吃龙虾也好 总是在底下留言 感觉一副很热爱生活的样子 如果他们马上再换个频道 看到这些关于香港的这些事情 特别是像这是共青团 共青团这个频道 说什么港独分子 什么小姐姐呀 什么热爱生活呀 马上就是没了 马上就是个力气 就被激起来了 这种人的这种攻击欲望 马上就被勾起来了 开始大幅的攻击 喊打喊杀 解放台湾岛 留岛不留人 杀光台独 杀光港独废青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洗脑教育 仇恨教育 就起了效果了呀 是吧 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 一堆干柴烈火 哎 一点火就着 这就是当下的中国 大部分人都不是无辜的 什么五毛 什么自干五呀 他们就是普通的中国人 我们还我一直 还说这个文革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实际上 文革哪有远去啊 文革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一直都活在一种文革的文化 环境当中 文革的时候啊 有血性的人真的是死光了 49年以后 什么地主杀一批啊 资本家杀一批啊 富农杀一批啊 然后呢 饮食出动的知识分子再杀一批啊 哎 到最后 到了文革再来一个 哎 一锅盾全部杀掉 有那种不同想法的人全都死光了 剩下的就是一些跪着唱征服的人 啊 所以说啊 像我们这些人呢 都是基因变业啊 我跟你讲 因为你说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亲戚 我们的朋友 哪一个不是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热爱党的领导 拥护党的政策 不都还是那些人 大多数人的暴政啊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我们的父母 我们是否认为了 我们也不要拥护养 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